Sam,你那時候一直都在上學 你又一直可以做著電視 那你怎樣可以應付得來的? 我實在平時我都很少說 你那時候最流行 你有沒有不上課? 有的,有的 我們大學沒有網館 平時那些教授都不懂得哪個打火鍋 很多時候我們不上課 那時候我都很懶惰 一來又忙,二來又貪玩 不是那麼勤力讀書 但幸運就是我的記性挺好的 直至臨考試前一兩個月 我立刻會看這些書 有很多根本不知道他講什麼 我不太明白的意思 但我記得所有字 所以我經常背書 就是經常演的東西 就背書全都默出來 就是所有 就這樣一次半解 我最流行就是 問了一條題目 我只會講幾句 其實就不太明白 根本譬如問這課書 或者問這本書是講什麼 我就不斷納幾句 就是有些書是解釋 或者這本書大致上是講這幾樣東西 我就這樣講這幾樣東西之後 接著就默出來 就差不多全本書 或者全首詩都默出來 那變成改卷的教學 就覺得這個人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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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他蠢一點 不懂得解釋 即是他不… 即是很勤力 那時候我這樣好彩 我們有一點點不同 即是我們考試 就只是佔可以說 比較少的部分 而呢 就看你全年所做的功課 那個反而是佔了大的部分 那我們就 可以說幾夠運 即是說 在平時 即是如果不是考試 你就不用說 整天顧著要讀書 嗯 那到考試 好像你說 即是 那一個月或者… 我想沒有一個月 我想就是 過幾兩個星期 那我們的試卷就少了 即是只有幾張 只讀那幾張 這樣就… 可以說 臨急抱佛腳 嗯 到… 到… 考什麼 那當然 你知道 一班同學裡面 當然是有些 讀得很好的 即是他… 即是… 特別是讀書很厲害的 有班呢 即是… 或者第二樣東西厲害 總之讀書不厲害 就像我那樣 那又怎樣呢 那我們就聚在一起 就找那個聰明那個 聰明那個 那當然是演藝 即是他… 他很熟悉的 好啦 那推舉他出來 就… 你說吧 即是… 又會又會考些什麼 又要捉題目 這樣 譬如明天考過課 他整天可以作完 模特兒的答案 嗯 那好啦 那一個就是跟著那些 就是咪那些 嗯 那通常都搞得好 哈哈 很好 不過你們沒有錯 即是如果你平時功課都有紀錄 即是… 決定你全年的成績 那你平時不懶得 即是功課也做得很好 是嗎 是啊 那我們好彩一點 我最記得有一年 我又是博猛 即是我們從第二年 升到第三年的時候 就有一個論文 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要在暑假那三四個月 自己做一個論文出來 就要… 就要… 每人都要任你自己自由發揮 但是要… 那時候我讀心理學 就要每人要講 特別是… 唯一… 你想講的一件事 或者論文想講的題目 題材 在那裏自己做實驗 做… 做很多研究 調查 那些東西 就… 那時候呢 我就整個暑假 就不知道做了什麼 又去玩 又去工作 之類之類 根本就沒有做到這件事 但是那個論文很重要 就是… 就是決定你… 第三年一畢業的時候 占… 不知佔了百分之幾 是… 那個論文是… 當是你的成績 那直至到我… 臨到前一個禮拜 我才做那件事 本來應該做成四五個月的 要… 就是要慢慢研究 看很多書 那我呢 又出… 就是… 怪招了 就是… 我寫那篇論文呢 就是講… 研究音樂的 就是… 因為… 我知道那個教授 就不懂音樂的 就是用這件事來 就是拋個落頭 我的論文呢 就是… 我認為呢 就是我假設… 假設就是… 就是… 喜歡音樂的人呢 神經質是強過不喜歡音樂的人的 你明白 就是我這樣假設 那你就要找很多人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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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就立刻拔上我宿舍的那幾十個老友 就一人派張紙 就當如我已經訪問了全香港的很多人 填完 於是一個禮拜內搞定 終於原來實驗結果就是原來不對 我的假設就不對 那就好笑了 最後那個教授看完 一個禮拜看完之後 他說我看過你那篇論文 我覺得非常有興趣 挺有趣的 挺高分的 其實完全吹牛 我們那時候大學生 尤其是住在宿舍實在都很苦悶 那時候你們的房間是怎樣的 很有趣的 因為那個宿舍比較舊一些 是那些紅磚屋 紅磚的 因為它是很久以前起落的 那些樓底就很高的 就是有十幾呎 我想現在都很難找到一間這樣的樓 因為那些房間就 房間就不是很大 因為它高 所以覺得那個房間就很奇怪的 就是那個比例呢 就是很不舒服的 你躺下在一張床那裡 那你望上天花板 嘩 好像老遠都未到 那樣 那些冷行就 不是很光的 因為很舊 又長 那些長的灰塘 是很古老的 因為它舊 有一點點褪色 那些燈光又不夠 就是跟你們那個宿舍比 就不能比 你們那個呢 就比較新 還有 就是它 好像起了不是很久 我想都不是很久 那時候挺新的 挺新的 那變了就是 很有時代氣息 就是跟我們那個 就是兩個很強烈的對比 很有趣的 我記得 去廁所 每個人 就是早上去廁所 就拿著那個盆 那那個盆就 因為呢 雖然廁所裡面有洗手盆 但是每個人都不相信那個洗手盆 就是每個人都自己拿著那個盆 那些膠盆 就 一人有個朗口鐘 就是毛巾 那樣 每個人一早起床 就是 一出門口 每個人就穿著拖鞋 就穿著那個盆 每個人都穿著那個洗手間 都是這樣 一直踢著那個洗手間 嗯 那很多時候 它不夠用 就是 很多人一起去 同一時間 就要排隊了 就是要排隊 你們那裡我想很多 我們那裡 每層樓都有一個洗手間 就每層樓大約 就是每一個 我們叫走廊 就是 大約八間 十間房 就已經有一個了 你的走廊短的 是啊 很短的 就是很舒服的 有一個洗手間 也挺好的 那時候也不用特別搶 就是有三個 不知道三個至四個 洗澡的花灑 那時候也挺夠用 那時候 你們那時候的房間 是不是很小的 就是剛剛等了一張床 一張舊書桌 是不是 是啊 很小的 我們也是這麼小的 但是那時候我那間房間 我本來每個人有一張 好像醫院床 那樣 小小的醫院床 有一張藍的 舊的鐵 三個瘦的書桌 那時候 我那間算是豪華套房 為什麼呢 都是這麼大間 但是 我把家裡那張 很漂亮的彈工床 搬出來 又扔了那張舊床 又是換書桌 又是電視機 就是我唯一 那時候我們不是 樓下有電視機 宿舍 就是公用電視機 我自己在騎樓 身上一條天線出來 就 我又全宿舍唯一 有電視機 就是自己的房間 很厲害 那又通通 就是同層樓 那些朋友 每個都 就每晚圍著去看電視 喝啤酒 那時候 那時候 因為你們是男女宿舍 來的 是不是 譬如一層樓 是男的一層樓 是女的 因為每層樓是男的 它是有幾個 有幾座 這樣分 其實不是樓上 它是分座 它有幾座 不是說隔壁房 就有個女同學 是這樣的 我是想 那時候我們是自由 因為全個 全間宿舍 都是男生 那時候我和幾個 特別 就是我們最出名的 我們幾個朋友 屬於天體 天體會 我也有聽聞 我們最出名的 這件事 令到有很多 害羞一點的 男同學 都很尷尬 我們常常常 一絲不掛 到處走 我們那時候 都是一種很 解放 很有趣的 你們那時候 有沒有在那裡 沒有的 我們不敢 因為 分分鐘會有人經過 不是 分分鐘有些女生經過 你那時候被進來的嗎 被進去你們的宿舍 她不是進去 譬如你去廁所 那樣 你要走出一條走廊 那條走廊 那條走廊 就分分鐘會有女生經過 因為她可能要走過你的走廊 才去到她的座 那裡 嗯 那變成 我們不敢這樣做 不敢 那時候 我很流行 在我們宿舍 天盆那裡曬太陽 就是 整班 就不是很多人 我和幾個老友 我們最壞 我們幾個 很喜歡在天盆那裡 曬太陽 又是一絲不掛 很喜歡 有時怎樣 對面 我們旁邊 就是女生宿舍 哈哈哈 很流行 就在那裡 曬太陽 你絞了ч得加著 唱著歌 在天盆那裡 一跳高 在那一邊 那女生都 single 會突然有影子 一絲不掛而跳高 認不出 челов已經 那個人 哈哈 我們那時候很喜歡 做 tale事情 非常的神經 只 你們 hö 那後那時 epa reinsite 一眾同學 走到大廳 附近戲院 看戲 我們流行到處去看 西環那裡有什麼藝園? 有兩家我都忘記了什麼名字 但多數是做一些很差的國語片 那時候我們去就不是自在看電影 當然去到一群人在那裡吵嚴巴閉 又罵那些 整天指著演員來罵 我們認為越傻的東西我們越罵 很喜歡這樣 根本是發洩的 我們一直大叫 你們是不是看這樣的電影 看好的電影真有欣賞 不是的 我們那個時候 因為功課很多 如果我們有時間去看電影 我們根本就不管是什麼電影 根本不管是什麼電影 有電影就看 雖然我們不是有這麼多時間去看 但我記得有些時候 全香港戲院的電影我們都看完 有時候可以這樣 可能真的很悶 真的很悶 那時候你們有沒有賽車 自己宿舍裡的幾個朋友 我們那時候很流行 在我們的宿舍 因為很多人很用鬥行 每個人自命是賽車手 那時候很流行 晚上深夜 深夜聯群結隊 走到淺水灣 大浪灣那邊 你有沒有分 我有分 所以我就是開個跑車 很威風 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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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又在那裡 捏車 在下午 我爬頭 爬頭 爬頭 剛剛縮回去 那些彎 看不到前面 什麼 好像剛進去 有個交通車 在駕駛電單車 迎面過來了 如果我遲一點 就撞過下山 即使現在想起那時候 都很傻 喜歡做一些 即現在想起 覺得那時候 很無聊 還有做一些 很可能會做到一些 引致到不良效果的東西 甚至乎 傷害到自己的 身心的東西 但是我們那時候 完全不覺得 似乎覺得 不做 反而是會有傷心心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可能這個是成長的過程 在必經的 焦段 對 還有碰過 或者撞過板牙之後 就發覺 嘿 都是不應該這樣 應該是 循規道具好一點 這樣